大家好,今天主要是来讲一下小鹏汽车这个公司的一个情况 房间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小鹏汽车是做的是低端市场 然后它的一个销售或者说是利瑞比不过未来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小鹏的一个研发要比未来要高 未来的研发比不上小鹏 换一句话说的意思就是小鹏的一个科技实力要比未来要强 就是说自动驾驶在一块 那么具体的话,事情的一个真相是什么样的 那我结合上一期的一个视频 把小鹏再重新和未来进行一个这样的对比 就解答一下这样的一个疑惑 到底小鹏的一个研发实力和未来相比 他们两个对研发这块的重视程度到底是更多 我们通过一定的财务报表然后来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对比 再一个就是说小鹏的一个利瑞和未来之间的一个利瑞的对比 另外一个就是小鹏的一个发展和未来之间的一个发展情况 或者说后面它的一个股价的情况的一个对比 我们简单进行一个这样的去参考 未来的话上期我们已经去讲过了这个它的具体情况 没有看的话可以先去在这里引用一下我上期的一个视频 然后来去看一下未来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今天主要是来说一下小鹏他的一个情况 从财报上面看呢 官网我找遍了一个全网 它有数据可以依靠的 或者说2020年三季度的一个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的数据是到了2.9亿美元 这是它的一个总的一个收入 那个时候的话 它的一个毛利率已经是转正了 就是到了一个4.6%的这样情况 三季度的时候 它的研发放益能达到了9360万美元 然后它的销售成本的话是2.7亿美元左右 这个时候和未来是已经是不幸剩下的这个销售成本 然后它的交付量 主要我这边说的是P7 因为小鹏的话 最畅销的一个车型 它还是P7 这个的话我作为一个主打车型 然后来去进行一个分析 其他那些收入或者说其他车型 它是全部统计到这个销量里面的交付量 具体的哪一个车型 哪个型号的一个交付量 它没有未来披露的那么的仔细 那么我们就把其他的就是这些作为一个整体 进行一个这样的统计 它的净亏水的话也是和未来有差不多这样一个情况 或者说我们把它进行一个对比 是有点点不太恰当的 因为它那个定位呢 确实它两个车型之间呢 是不同的 未来说它定位是高端 小鹏的话是中端 然后占那个车型 但是呢既然说要炒股的话 我们就要 一起呢 要把这个股票呢 它的简单情况进行一个收入分析 你不管是定位于高端还是中端 最终的一个目的生产出来这个车型呢 或者说生产出来了这样一个产品 那是要盈利的 这个是最起码的 改变不了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局 如果说不盈利 在高端在低端这样的话 其实说这个是没有太大的一个意义 嗯 好了 我们继续去回过图 来看它的这样一些数据 它的后面的它一个增长的话 它毛利率 已经是也是保持一个很快的一个速度 然后再有一个持续向上的一个增长 那么接下来 随着芯片的一个产能问题的一个解决 再加上它逐步去投产 然后控制这样的一个成本 我相信它的一个毛利率 应该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 毛利甚至能达到20%以上 因为未来的话 现在已经达了20%以上的这样一个毛利率 然后结合上片去讲到的这样的 至于研发费用这块的话 小鹏的投入已经是非常的大 然后这块的话是超过了未来的一个单季度的这样一个 重点一个投入 他投入的这样东西研发 他也是应对于新的一个车型的一个计划发布 搁酒这样的一个车型去发布 然后每当新车发布的时候 它的一个研发费用会更多的一个占比 然后占入这个一个成本里面 同时呢 它的销售成本呢 我具体看了一下 它的控制的其实和未来也差不多 之前的话给我一种错觉 就是说未来是未来小鹏旅行这三家里面最能烧钱的 就是说最会营销的 它销售成本是算高的 但是其实按照这个来看的话 小鹏其实也和未来不清剩下 也是在销售成本这块是特别能花钱 特别能去宣传 包括他建议一些实体店 或者说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很多的一个数据 或者说很多的一个我们原以为的那样一个结果和数据上 体现出来的一个东西呢 其实有了一个很大的误差 就是说是我觉得是不能太想当然的去思考 就是说是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呢 其实你按照我自己的一个判断 就是我觉得未来是一个成本是相当高的一个情况 然后后面的话小鹏它的成本 销售成本的话会非常的低 但是没想到也达到了一个最低的一个三季度这块 达到了7.6亿美元的这样一个销售成本 这现实就是数据打了我的脸 这个确实挺尴尬 这边就是我更正一下我的一个看法 就是说未来的话它是这样 小鹏的话他也这样 大家都是在拼命的宣传营销 要请占用户的一个市场 都存在这样的一个营销费用过大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后面的话我想再看看特斯拉 再看看理想 或者说再看看其他的一个车企 来对比一下这样一个数据 然后看营销费用和研发费用 它们之间的新乎占比到底是怎么样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小鹏的一个研发费用 这个时候投入的话要比未来要更高一些 还有他的一个比如说车型定位或者单价 这块的话它比未来要更低一些 也就是说后面的话小鹏的技术这块 可能要优先要超过未来 现在的话已经在自动驾驶这块有领先的这样的描头了 未来的话现在当然自动驾驶这块也在大力的一个建自立研究院开始一个真正自己做团队进行一个研发 这对我来看的话 它们之间的一个目前的一个数据交付量都是在同步的一个大比的去增长 然后销售成本也是在同步的去扩张或者说扩大车型都在几罗密鼓的去发布这个车型 这块的话都是处于一个高速的一个占有市场率扩张的一个种状态 这块暂时舞来说的话还是一个不飞博中的真的局面 也就是说打破了我以往的这样的偏见 如果说这个股票的话假如说要真的比如说我自己我想去买这个股票的话 小鹏也是可以去加入进去的 因为他这个的话技术的话也是重研发 然后也比较重视这个投入 这块的话它有它的一个这样的优点交付量也在大幅度的增加 当然说每个车企它都有它的优点 这块的话是作为我来看的话是可以去加入这样的一个购物车的 我们主要的话今天就是简单的去把小鹏和未来他们之间的一个情况对比 以及我消除一下我自己的一个偏见 其实这样的话来说的话是错怪了未来的一个消除成本 这块的一个好了我们接下来的话 可能会去分析一下理想或者说特斯拉的一个这方面的一些数据的情况 然后具体去对比一下他们之间的一个区别 或者说给出一个更客观的一种截略 好了以上的一种所有的数据或者说我总结的这种数据可能会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汇率 转化上面的一种差异啊这个的话是汇率的那个变动啊 得出这个数据结率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差别啊 以上的所有数据全部来自于这个官网啊 然后一个客观的一个分析采集啊 这样的话相对性而言的话都来自于官网 然后都进行一个这样相对差不多汇率的一个转换 然后得出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一个数据 然后来进行一个恒性的对比 这样的话可能有更多的一种了解对这个股票 好了以上的话是我本人的一个看法啊 不代表任何的投资建议 只是我自己对于这家车企的一个分析和判断